接著就看看K系的新機K660i 這部機的設計、尺寸、厚度、Keypad 其實都跟上次那部K550i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它唯一改善的地方就是那些按鈕改造一顆顆凸起 非常好感 而我亦都很喜歡這次的機背被550i簡潔了 少了一些無謂的鏡頭蓋、無謂的開關 整個杯子白雪雪一塊,很漂亮很漂亮 配上那些銀邊、鏡面 女生一件真的喜歡 但是呢,我這隻男生用了 把手汗給你看看 你看,多骯髒 我這隻手汗怪就可以放棄了 看完我的手汗,看回大家真的想看的東西了 就是他的影相功能 先給你一張試試 看,微距也算是這樣的 拍攝也不算太差 但是Keypad是沒有了自動對焦功能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會很不滿 但其實這部K600i 雖然削弱了它的攝影功能 但其實呢,又在另一些功能上 強化,令到相機比較平均 首先,譬如是互聯網 它上網就用了HSDBA 3.5G 上網速度比一般的Keypad快 先試試看 看,已經上去了 除此之外呢 它是3,6,9,正 這四個鍵都變成上網專用的Hotkey 譬如我按一下6字 就會出現了你之前save號的書籤 按一按9字 這樣就會回到你的SIM卡設定的Hotkey 這兩個功能都很快很直接的 另外呢 它亦都可以 橫向全畫面上網 這樣上網就算了很多 除了上網有改善之外呢 K660i呢 在聽歌方面呢 靜雞雞都改善了 你看看 它的介面和W是一樣的 我們看看聽歌這裡 有些環圍立體聲啊 溫行器啊 Mega Bass啊 這些本來是W是專利的東西呢 現在它全部都有 還有你有沒有留意啊 K是 外置喇叭的 整部機器根本就是兩個系列 濃縮在一起 而整個價錢呢 只是二千多元而已 那你說這部機 值得還是不值得呢